來自屏東的希望合唱團 遠赴義大利佛羅倫斯 參加達文系音樂節 奪下亮眼沉積 在場中揮舞中華民國國旗 跟上台現唱國歌 希望兒童合唱團 擊敗18個國家 在總決賽一舉拿下 兒童組金獎 決賽演唱金獎 民謠組銀獎等五項大獎 消息傳為屏東三地門 家人又是高興 但更多的是對孩子的想念 他們終於可以好好的放輕鬆 我相信他們的辛苦 是值得有代價的 我們也是很高興 可是也是很顯露我們的孫女 當希望合唱團開始唱國歌時 台下一名觀眾 突然起身 這名身穿紫色上衣的男子 一聽到國歌 立刻起立 讓旁人注目 也讓合唱團執行長 未知動容 在臉書上PO文表示 他原本想請他坐下 才發覺是導遊先生 一個宜居義大利米蘭 十多年的宜蘭人 當那歌聲響起 還是忍不住站起來 因為那是祖國的聲音 深深喚醒 埋在心裡的想念 希望合唱團去年在520總統 就職大典 就是焦點 如今讓臺灣之美 用歌聲揚名國際 也將在13號光榮歸國 跟全臺灣民眾分享榮耀 這張中華評論報導 都不太思議 是啟動動的 請問 我們請問